庆祝新任市长韩国瑜就职典礼 高雄邮局特别商请授权Q版市长商标 制作韩国瑜个人化的邮票套组 共一万一千份 将在就职典礼当天来贩卖 设计主轴包含了爱情摩天轮 香肠瀑布 寒冰等意象都相当可爱 更特别的是一打开还会唱出夜席这首歌曲 增添纪念套票的收藏意义 以爱情摩天轮 香肠瀑布 人进得来东西卖得出去 高雄发大财 还有问世间情维和物等主轴所设计的 韩国瑜个人化邮票套组 将在市长就职的当天发售贩卖 12月25号当天才能发售 因为这个邮筹是盖那一天的25号 那么这套邮票除了它是就职纪念的邮票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是爱你一万年这样的造型 那同时里头还有爱情摩天轮 它是会转的爱情摩天轮 然后每一张邮票有各地的特色之外 也有高雄的邮票 负责设计发行的高雄邮局表示 每一次的高雄市长交接典礼 都会发行个人化的邮票套组 但这一次在时间上的关系 只能够发行一万一千套 过去每一次的高雄市市长的交接典礼 高雄邮局都会发行个人化邮票 我们内容的铺陈是以韩市长在竞选期间 他有发表过一些证件 一些看法 一些口号 来作为我们这一次更化邮票设计的主轴 特别的是这一次的套票一打开 就会唱出夜席这首歌曲 完全呈现了选战时的重点记录 限量一万一千组的韩国瑜个人化邮票 每一套上面都拥有自己的编号 而高雄邮局表示 这一次卖完就不会再增加 而为了帮助弱势 高雄邮局也会将10%的收入 捐赠给财团法人 宗华基督教的卫理工会 让这一次的就职典礼邮票更具意义 所以这一万一千组里面 我们提拨了部分 也就是说10% 我们会做义卖 那义卖这个金额 我们会提供给喷香的血统 跟一些弱势团体来使用 那受完为止就没 港都新闻总和报导